上海疫情出现重大拐点 郭德纲为何被推上风口浪尖 万万没想到的是 官媒亲自出手保护德云社 这结果令网友直呼大快人心 上海疫情引起无数网友的关注 还记得去年的天津疫情 也如上海一样迅速令人措手不及 但当时天津的相关部门马上采取措施 对全员展开核酸检测 在最短的时间内和疫情抗争 最后天津以最小的代价获得胜利 没想到如今疫情再次席减上海 根据上海相关部门的通报 4月2日0点到24点 上海新增的病例就达到8000例 仍有新增加的境外输入病例 虽然上海现在已经实行了部分区域的控制 但人员流动还是非常严重的 上海作为我国的经济中心 所面临的挑战还是非常严峻的 而且上海疫情还出现了重大拐点 有专家发现 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上海疫情出现外疫 在一天时间内 进入上海核出上海的人数不尽其数 甚至路过上海的人 也可能会携带病毒走向全国各地 所以现在我国各个地方都出现 不同程度上的疫情情况 目前据有关专家统计的数据来看 这次上海疫情的规模远超之前的武汉疫情 可以说是遍布全国各地 但与当年的武汉疫情相比 上海在准备上经验上都要好一些 疾病的严重性也比武汉要低 这还是值得大家高兴的消息 上海疫情一直备受大家关注 因为疫情形势延迹就有很多热心善良的普通人 都出来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 许多明星也伸出了援助之手 就说喜剧演员宋小峰捐赠了50万 得到了许多网友的称赞和支持 还有小沈阳和他的棋子沈春阳 也在第一时间捐款20万 还有我们都熟悉的宋小宝 宋小宝之前因为身体原因 减少了自己的出境率 不管是影视剧还是综艺节目 现在都很少看到宋小宝的身影 但这次疫情爆发 宋小宝还捐出100万 他们的行为获得无数网友的点赞 没想到郭德纲就出事了 郭德纲的德云社被网友质疑为何不捐款 当初在武汉疫情爆发时 郭德纲带头捐款100万 之后还以整个德云社的名义捐款100万 德云社的众多徒弟也纷纷出手 岳云鹏捐款20万 张月磊首捐20万之后 又追加15万医用口罩 杨九郎捐款10万元 尽管其他名气不高的也现出新意 当时德云社被夸得天花乱坠 还有当初河南灾情的时候 德云社也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又是捐钱又是捐物资的 这次面对上海等地的疫情爆发 郭德纲第一时间宣布德云社叫停演出 紧急停演为了疫情防控出力 没想到却遭到网友的逼捐 捐款本就是个人自由 哪怕人家一分钱不捐也无可厚费 捐款的时候就将人夸上天 不捐款了就直接唾沫星子淹死人 这样的做法实在是不敢苟通 很怪官媒亲自出手大快人心 这样保护德云社 真是让人太暖心了 对于德云社郭德纲遇到的逼捐 人民网曾亲自发文 提倡大家不要道德绑架捐款 毕竟慈善需要自己发自内心的 每个人捐与不捐都是正常的事情 做好是不是靠逼出来的 当前疫情刻不容缓 我们应该做的还是多关注疫情 做好自己的个人防护 不给社会添麻烦就好了 不得不说人民网的发声太赞了 说不定德云社不是不捐款 而是人家已经捐款了 但是没有公布 郭德纲这枚消息的都被网友质疑 那为何贾灵已经捐款 还被网友质疑呢 吉林疫情严重之时 贾灵第一时间向吉林捐款100万 没想到却被网友质疑是炒作 原因就是贾灵捐款 不是自己的名义 他是以母亲李幻英的名义捐款的 因此由网友评论 做慈善没有必要做作 你好李幻英的票房 已经高达52亿 没有必要再去做推广了吧 而且还有网友说 当初李幻英的票房打爆 贾灵估计都不知道 赚了多少个100万 现在捐款100万太少了 面对网友没来由的道德绑架 估计贾灵也觉得很无赖 人家捐多少钱都是自由 是他们对受疫情影响人的 一份心意 心意怎么还能用价钱 来衡量重量呢 有奈质疑别人的时间和精力 不如自己为疫情做点贡献呢 观众朋友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观点 我们下期再见吧